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十年朋友们,你们好呀 转眼间,秋风轻浮 八月的温柔已悄然而至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 我可不是空口说白话 而是要带着满满的诚意和一丝丝天机的秘密 来告诉你们一个振奋人性的好消息 从八月二十日开始 有三个生肖的朋友们 你们的运势将如同秋日的说果 沉甸甸地挂满枝头 一顺二喜三发财 生活那叫一个风生水起 出门都能撞见贵人 财运望得能照亮半边天 一路望到年底 让人羡慕不已 第一,顺风顺水 好运连连的生肖龙 说起生肖龙 那可是自古以来 就被视为吉祥与权力的象征 这不,从八月二十日起 鼠龙的朋友们 就像是被龙王亲自加持了一般 整个人生都开启了顺风模式 工作上 难题迎刃而解 项目推进如同顺水推舟 连领导都对你刮目相看 生殖加薪 指日可待 生活中 家庭和睦 子女孝顺 连礼间也是一团和气 仿佛连空气都弥漫着幸福的味道 更别提那出门欲贵人的好运了 无论是偶遇的老友 还是心结石的伙伴 都可能成为你人生路上的重要助力 让你在不经意间就踏上了成功的快车道 至李明言引用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属龙的你 正是得了这天时地利人和的全套好运 怎能不风生水起 第二 喜从天降 幸福满满的生肖羊 再来说说生肖羊的朋友们 你们可是出了名的温柔善良 人缘极佳 而从八月二十日开始 这份善良终于迎来了他的丰厚回报 喜讯一个接一个 就像秋天得雨绵绵不绝 可能是久违的家人团聚 让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 也可能是多年未解的心结 突然之间就豁然开朗 心情如同雨后的天空 清澈明亮 而最让人羡慕的 莫过于那些突如其来的小确幸 比如众个小奖 意外收到礼物 甚至是偶遇多年未见的老友 每一份惊喜 都像是生活特意为你准备的甜蜜糖果 让你甜到心里去 幽默诙谐表达 属羊的你 这运气要是去买个彩票 估计连彩票站老板都得感慨 这羊年出生的果然不一样 连幸运都自带光环 第三 财运亨通 财源滚滚的生肖猪 最后 轮到咱们生肖猪的朋友们 闪亮登场了 都说猪年出生的人福气满满 这不 从8月20日开始 你们的财运就像是被财神爷亲自眷顾了一样 忘得让人眼红 工作上 不仅正财稳定 偏财运也是好到没话说 投资 副业都能有所斩获 钱包股的像是被吹满了气的气球 随时准备起飞 而且 你们还会遇到不少贵人相助 无论是资金上的支持还是信息上的引导 都能让你们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顺 一路畅通无阻 引经据典 积善之家 必有于庆 属猪的你 平日里乐于助人 积累的好人员和好口碑 此刻都化作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真是英文那句老话 好人有好报 第四 福气满满 好运连连的生肖虎 福如东海长流水 寿比南山不老松 熟虎的你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福如双全 简直就像是被幸运女神特别眷顾的宠 家庭和睦 家人健康 孩子学业有成 老人身体硬朗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你最宝贵的财富 工作上 同时关系融洽 团队合作默契 遇到问题 总有贵人相助 让你事半功倍 生活中更是好运不断 出门遇贵人 转角遇爱情 简直是人生赢家的标配 第五 生肖狗 属相狗的朋友 时而外相 时而内相 十分善良 在众人面前 也很擅长表现自己 能坚持 而且特别能吃苦耐劳 8月19号开始 属相狗服运加持 喜鹊门前叫不停 正财望横财发 美好的人生 再向你们走来 在最近走横财大运 无论干什么 都非常的容易赚到钱 注定要有大富贵 能够享清福 变得好事都会找上他们 多与人沟通交流 还能够获悉发财的机会 多动脑子 就容易找准赚钱方向 赚得盆满钵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属相是一种重要的概念 它根据人们的出生年份 将人群划分为 12种不同的动物类型 每种动物都代表着 一种独特的性格和命运 这种划分方式 虽然看似简单 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和哲学思想 接下来 小编给大家解析 十二鼠相的性格与命运 皆是鼠相背后的奥秘 首先 我们来看鼠年出生的人 他们通常具有机制 敏捷和灵活的性格特点 善于观察和分析 能够迅速应对各种情况 在命运方面 鼠年出生的人 往往能够抓住机遇 取得成功 然而 他们也需要注意 不要过于贪心 以免阴小失大 接下来是牛年出生的人 他们通常具有稳重 踏实和勤劳的 性格特点 能够坚持不懈地 追求自己的目标 在命运方面 牛年出生的人 往往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成功和稳定的生活 但是 他们也需要注意 不要过于固执 要学会变通和适应变化 虎年出生的人 则具有勇敢 果断和自信的性格特点 敢于冒险和挑战 在命运方面 他们往往能够凭借自己的勇气和决心 取得突破和成功 然而 虎年出生的人 也需要注意 不要过于冲动和鲁莽 要学会冷静思考和理智决策 虎年出生的人 通常具有温和 善良和敏感的性格特点 善于倾听和理解他人 在命运方面 他们往往能够享受平稳而幸福的生活 但是 虎年出生的人 也需要注意 不要过于优柔寡断 要学会坚定自己的立场和决策 龙年出生的人 则具有威严、自信和热情的性格特点 是天生的领导者 在命运方面 他们往往能够取得非凡的成就和地位 然而 龙年出生的人 也需要注意 不要过于骄傲和自满 要学会谦虚和低调 十年出生的人 通常具有深沉 机智和神秘的性格特点 善于洞察他人的心思 在命运方面 他们往往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华 获得成功 但是 十年出生的人 也需要注意 不要过于狡猾和阴险 要保持正直和诚实的品质 马年出生的人 则具有热情 奔放和自由的性格特点 喜欢追求新鲜刺激的事物 在命运方面 他们往往能够拥有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 然而 马年出生的人 也需要注意 不要过于浮躁和不安定 要学会稳定和沉淀自己 阳年出生的人 通常具有温和 善良和体贴的性格特点 善于照顾他人 在命运方面 他们往往能够享受和谐而幸福的生活 但是 阳年出生的人 也需要注意 不要过于依赖他人 要学会独立和自主 猴年出生的人 则具有聪明 机智和灵活的性格特点 善于应对各种复杂情况 在命运方面 他们往往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 和才能取得成功 然而 猴年出生的人 也需要注意 不要过于聪明反背聪明物 要学会脚踏实地和务实 今年出生的人 通常具有勤奋 细致和认真的性格特点 能够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命运方面 他们往往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稳定的收入和生活 但是 今年出生的人 也需要注意 不要过于苛求完美和挑剔 要学会包容和接纳 狗年出生的人 则具有忠诚 正直和诚实的性格特点 深受周围人的信任 在命运方面 他们往往能够享受到 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稳定的生活 然而 狗年出生的人 也需要注意 不要过于固执己见和顽固不化 要学会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 诸年出生的人 通常具有善良 豁达和乐观的性格特点 能够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在命运方面 他们往往能够享受到平静而幸福的生活 但是 诸年出生的人 也需要注意 不要过于懒惰和贪吃 要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通过以上对十二属相性格与命运的深度解析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属相都有其独特的性格特点和命运走向 然而 我们也要明白 属相只是一个人性格和命运的一个方面 他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的未来 属相背后的奥秘 犹如一本厚重的典籍 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邃的人生哲理 他不仅仅关乎个人的性格特点和命运轨迹 更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当然 我们也要保持一颗开放包容的心 尊重每个人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拥有着自己独特的性格 经历和梦想 让我们用心 赏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 用宽容的心态去接纳不同的声音和观点 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美好的未来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风水在人心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点赞或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或订阅